而在肯定怨气期间 许多小黄都涌若肯定大街 想要发一笔交通财 车资呢不跳表是漫天喊价 像是肯定到恒春为例 跳表300块钱 但是问讲喊到600块 等于多了一倍 另外还有出租机车业者 也趁机涨价 一涨就是200块 游客在墾丁大街上拦了小黄 表明要去后壁湖 问讲二话不说 不用商量 开价一人100元 就看你要不要搭 还有在巴士站 问讲忙着拉客 也强调不跳表 向游客喊价 到高雄一人500块钱 问讲看到记者采访 知之乌 不管问是到哪里 或者什么价钱 都说不知道 肯定音乐季期间 许多小黄勇若肯定 想发一笔交通财 车资不跳表乱喊价 以肯定到俄伦比来说 喊到了300元 跳表其实只要150块 还有肯定到恒春镇 叫价600元 跳表其实只要300块钱左右 算一算等于涨了一倍 今年生意不怎么好 大概少了三成左右吧 去年一天的话 大概有一万多块吧 今年的话一天大概五六千块左右吧 小黄漫天喊价随他高兴 而出租摩托车的业者 也趁这个时候调涨价格 他说晚上10点要还车 从今天早上10点晚上10点 对 算你们多少钱 一个800块 800块 会不会觉得很贵 会啊 以往租一辆机车 12个小时租金400到600元 则涨到了800块 一涨200块钱 今年我是摩托车员 都是租到八成以上的 都是几乎过光 价钱也跟 价钱一样 跟800到1000 一年一度的墾丁音乐季 小黄问奖 和出租业者抢商机 只不过在民众荷包 大幅缩水的情况之下 又乱喊价 令人不敢苟同 记者翁崇文 记者翁崇文 记者翁崇华 SNG小组 屏东报